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儿松花公主有厄运带给朝鲜人民旱灾 直到找到和松花公主八字相合的如意朗君出嫁 朝鲜的旱灾才能缓解 最终没办法 朝鲜皇帝决定为松花公主全国寻找八字相合的如意朗君 一旦选中就会成为皇室的驸马 获得巨大的财富和权利 于是故事开始了 松花公主得知父亲为自己选夫马很高兴 毕竟从小都被人看作恶魔 能够找一个如意朗君也不错 不过此时意外发生了 松花公主的姐姐告诉松花公主 和一个没见过面的人结婚会很倒霉 有人松花公主的姐姐也是皇帝纸媚的 结婚后并不快乐 天天丑眉苦脸 松花公主选夫马的是在全国引起轰动 由精通八字姻缘的徐道云来负责 经过全国筛选 一共确定了四位 王 尹石金 江辉 世子 徐道云把名单制作成八字贴到了朝廷 不过此时意外又发生了 八字贴不见了 然而松花公主听了姐姐的话 此来想去感觉不对 觉得成婚前应该去见下这四个人 就假扮成仆人去偷了八字贴 然后按照八字贴的名字开始找人去了 八字贴被偷 徐道云也开始调查 第一个是王 林谦传言 这个王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并且非常有才 松花公主非常高兴 男班女装成仆人 准备去王的家里 但一直不敢进去 最终被徐道云抓住 徐道云认识 男班女装的松花公主拿了八字贴 让她交出八字贴 但被公主否认 男班女装的公主只是仰慕王 想出来见见王 最终徐道云带着男班女装的松花公主见了王 此时才发现 外面传言长相英俊 竟然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胖子 原来王的父亲为了让王成为驸马 故意编造了王 松花公主也是很郁闷 第二个是江辉 传说英俊潇洒 身体强壮 最终松花公主假扮成仆人 在妓院找到了江辉 长相确实不错 但江辉天天待在妓院 而妓院的妓女都认为江辉非驸马莫属 甚至现场要和假扮仆人的公主算八字 松花公主酒喝多了 说了嘴 把八字曝光 虽然大家没有发现异常 但被许道运发现 此人就是松花公主 说许道运把最久的公主送回了家 第三个是狮子 松花公主再次扮成仆人去找狮子 但是狮子不在家 看到狮子的佣人都快饿死 松花公主决定自己出现 让狮子家人打开粮仓救济 但最终被狮子发现 狮子非常生气要杀死松花公主 仆人找到松花公主开始逃命 不过被狮子抓住 差点被杀 幸好徐道运及时赶到 才救了松花公主 不过两个人被狮子推下了悬崖 掉进了瀑布 松花公主因落水感冒 徐道运就准备去山下拿药 结果回来 公主不见了 原来是被尹精石带走了 尹精石一直想当驸马 和贵妃勾结 贵妃想让自己的儿子将来当皇帝 也希望尹石静能够成驸马 不过尹石静的八字 和松花公主的八字相克 会带来报应 甚至使皇帝无后 但为了能够当上驸马 尹石静开始了行动 先是找到了徐道运 让他作假改八字 弄成和公主天衣无缝的八字 但被徐道运拒绝 于是就一直跟踪公主和徐道运 看到公主生病 于是尹石静就打算生米煮成熟饭 先是通报公主不在皇宫 在自己家里 然后用迷魂箱准备抢劫公主 不过被徐道运及时赶到 最终皇宫来人 看到尹石静和公主都脱去了外衣 以为两个人已经睡过 为了计划能够圆满 尹石静又派人结识了徐道运的弟弟 让徐道运编造一封假的完美八字 不然杀死徐道运的弟弟 最终徐道运编造了一个假的八字 皇帝知道松花公主这件事非常生气 但看到尹石静和公主的八字很吻合 最终决定让尹石静和松花公主成婚 就在尹石静和公主大婚之际 徐道运赶到了现场 说明实情 两个人是相克 结婚会导致朝鲜万劫不复之地 最终还把贵妇的事情告诉了皇帝 皇帝大怒 处决了尹石静也把徐道运给流放了 原来结尾 公主此时才发现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徐道运 就找到皇帝 宁愿不做公主 希望可以留下徐道运 乐宝全皇族颜面 又为了女儿的幸福 皇帝决定取消公主头衔 成为平民 让公主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此时朝鲜开始下狱 这部韩国古装爱情偶像剧 加上八字算命的概念 还有韩国史剧万变不离其宗的大阴谋 反派版的阴谋对纯真爱情摧残 让这部电影非常出彩 喜欢的可以看看电的名字 公和 想看更多的韩国电影 感情公众信号迎战吧